1 2 3 2 1 嘿大家好 我是毛小孩的兽衣爸爸 那今天呢 我們有一位youtuber 來到我們的頻道 要跟大家一起來 就是談談他們家的寵物 大家好 我是華仔 那叫我蔣江 蔣江 蔣江竟然幾歲啊 因為蔣江是領養 他應該現在是兩歲 他最嚴重的問題是 他非常挑食 就是他挑食的程度是 你買一包食用 他大概也是吃個三天就不要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浪費 然後我們就改成買分裝包給他 然後結果一樣是三天他又 又不要 平常會吃人吃的食物 我們不會給他吃人吃的食物 我們真的是為了他挑食 然後我女友還去上那個 寵物膳食客 然後幫他煮飯 煮鮮食 對 然後有時候他會吃 可是吃久的時候 大概也是三天或吃個兩三餐 他就不要再吃人吃 所以挑食主要跟他吃過的東西 有關係 就是你想想一下 如果人他吃了牛排之後 有時候他就會去 絲絲捏捏那個東西 很難再回來吃那個飼料 那這邊可以分享一個小技巧 我們叫做定食定量 就是說固定的時間 我就固定的量 然後給他放主餐 對 在那個時間點之前 其他的零食什麼 我們就都不要給 對 就是他知道說 我這個時間點 那我吃完了 那如果要給零食的話 就是在那個主餐之後 我們再給點零食 對 那這樣子他就會知道說 欸我這個時間點 如果我沒有吃 那我就 我就沒有 那如果我吃了 我還有一個更好的東西 在你後面等著 這個我們叫行為學 裡面我們叫做 因為行為學訓練 我們有分兩個 拍一個就是 就是你做錯事情 就咒爆你 這樣子 對還有另外一個叫正真強 就是你做得好 我再給你更好的獎勵 尤其採犬他真的就是比較 剛硬 我們知道採犬以前就是 據說有武士精神 對 對 有武士精神 所以就是我們都會 建議就是用正真強的方式 來訓練採犬 因為如果用負真強的方式 訓練出來的採犬 他有時候他會比你更硬 對 他有可能就會跟你抵抗 那如果說像 之前用個像類似這樣轉 對 那如果他這餐定食的時候 他不吃的話 不吃的話 一般我們就時間到 我們就把它收掉 就收掉 對 因為養財犬很容易到最後是 他在教你 對 不是你在教他 對他把你教得很好 教得非常非常好 四處找東西給他吃這樣子 對 我們一直以為說 這餐牛肉不行 他現在要換肌肉 沒錯沒錯 他真的把你教得不錯 對 我們現在已經在過無財 因為財犬看是比較高階一點的犬種 他不是像那種入門犬 他有他自己的個性 你知道無事嗎 對 我做的不好 甚至可以把我自己幹掉 我裡面餓死 我裡面餓死 我今天裡面餓死 我也不要屈服你這個食物 對 直接給他看 尷尬這樣 尷尬 尷尬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柴犬就是個 其實掉毛很嚴重的一種狗 因為柴犬它就是雙層毛 然後它是寒帶動 它需要內層 摸起來是很柔軟的 那個叫內層絨毛 那外層就會稍微比較剛一點 對 那柴犬呢 它冬天的時候 它是它的就是 爆毛期 它毛就會比較多 那夏天呢 它會進入一個叫 換毛期 而且但是柴犬呢 它就是幾乎一整年都在換毛 它只有分 大換毛 跟小換毛 對 它兩季會換一次毛 它如果在換毛期的話 就是超級 會把裡面內層的絨毛 就一直 退出來 然後你如果去 給人家做寵物美容的話 它那個 就是肺毛就會超級無敵多 柴犬呢 就是還可以注意一下 第一個就是 最常見就是皮膚嘛 特別是在台灣 它就是耳朵會很容易臭 對 然後已經年紀開始大的時候 它 它身上油會越多 反正你就會覺得 它怎麼一下就臭了 尤其開始大概三歲過後 我們常常遇到這樣子 喔三歲過 對對對 然後柴犬也比較好動 所以它的其實髋關節 髋關節很難 我們後面這邊就是 骨盆 然後跟它這個大腿交接的地方 喔這邊就是髋關節 對那邊就是髋關節 那邊就只有一條韌帶 叫原始之韌帶 就靠在那裡的韌帶 然後跟旁邊的肌肉 它的那個大腿骨 緊緊的拉拉在那邊 其實大部分的柴犬都還 蠻需要蠻大的活動力的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是 關節跟關節中間的那種 關節囊液 就比較容易耗損 所以它就 有些到比較老年的時候 它開始就會有 疼痛 行動不便 這種就必須要注意 開始步入 中老年就可以開始去補充一些 關節相關的保險品這樣子 一般我們講老年 好乖 對 在今年歲 好乖喔 所以我們會想說 大概定期 大概1歲 3歲 6歲 9歲都可以幫我們做健康檢查 就可以去拍一下 那個 骨關節的X光 然後看看那邊有沒有一些 骨關節的問題 平常我們還有遇到 很多我們養猜犬的朋友 猜犬還有一個 老之後很容易得到 老人時代 是嗎 那猜犬的話就像你講 它就是 腦神經的問題 對 它其實就是老了 然後有時候它就是 比如說髋關節 它也出了問題 它原本看到你 它就很開心的去找你 或是它會很輕易的跳上沙發椅 但是它因為年紀到了 它做這些動作 它會痛 它會累 所以它就會 漸漸的就會 不那麼的好動活動 所以我們感覺起來 就好像說 它怎麼是不是變成一隻狗 它其實有時候不是 可是你有看過一個80歲的阿嬤 一天到晚 健身房運動 我真的很難看到 很難看到 很難看到 對啊 但是真的有一些文獻師指出 狗到老 它真的會有老人次代的問題嗎 它就認不得主人 或者是 有些性格還會變得不一樣 像美國之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一隻老狗 突然 就是老人次代關係 性格大變 然後去攻擊他的兒子 然後他開槍把他 對啊 那是很痛心的一個故事 但是大部分的老化 它是可以 有方法可以延緩它的老化 就是 適當的營養的補充品 然後均衡的飲食 就可以讓它 活久一點 它配我們久一點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 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我們謝謝華仔跟音響講 來我們的頻道 謝謝醫師 那如果各位網友 對於什麼樣的品種 想要多一層的了解 都歡迎留言跟我們講 那我們就盡量可以找到 相對應的品種 來訪問給大家看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是你的毛小孩的 拜拜 拜拜